大碟也讓大宗原物料的價格是開始下滑了 好消息我們要告訴你 現在包括了電價 包括了糖價 還有客運 全部都要檢討降價 最快在明年的一月農曆春節之前 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月 有機會會省下近百元 不過消費者不太相信 為什麼明明黃豆 玉米 小麥 大碟 糖也降價了 但是高餅麵包的零售價 卻真的沒有往下掉 國際原油價格直直落 這波跌幅累積高達40% 連帶牽動其他大宗物質商品價格受到影響 一顆顆黃豆傾線而下 黃豆 玉米 小麥受到國際情緒影響 價格也下跌 半年來跌幅超過兩成 但即便如此 民眾感受還是不明顯 我們跌沒有什麼感覺 對吧 漲的時候是感覺比較大 但是跌的時候通常沒有太大的感覺 漲的時候就是全面漲 但是真的油價降的時候 所有的物品食材 所有的價格都還是一樣 大概應該一個月會增加個 起碼大概一萬塊大概少不了 民生必吃品之一的砂糖也在這波降價中 台糖50公斤大包裝砂糖排價降到19.2元 民生用的小包裝砂糖也可能調價 對 我們台糖定價一般都會依照國際價格 如果調價也是會等一段時間以後 累積一段時間以後才會調價 調底也是大概這樣的方式 要有感降價反應在麵包售價上 恐怕沒那麼容易 雖然黃豆 小麥 玉米 大降價 但目前的下游業者都在使用庫存原料 最快也要到明年六七月才有可能 優點TV 杨仁祥 李萱 台北報導